WUY的VV车 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一款车 WUY也被称为国产豪车品牌 很多人将WUYVV7夸选了中国豪华SAV的领头羊 被称作国产豪华SAV的领选者 魏派VV7性能真的那么好 WUY自从上市之后热度不断 魏派VV7被吹过头了吗 它担得起国产豪华SAV领头羊之名吗 凭借着产品的拉风外观 一次又一次的登上了热搜 不得不说WUYVV7的造型的确很不错 甚至可以说是百搭 下面来说说这款车的不足之处 首先外形构造方面 这款车的车门设计过于厚重 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推开 车子的后备箱 储物能力也不是很强 高地台让人装行李箱的时候并不方便 配置的多媒体屏幕反应比较迟钝 倒撑影像要延迟两秒左右 这个延迟有时候对于新手司机非常不友好 而动力方面 这款车运动模式并没有体现出该有的犀利感 尽管开了运动模式 车子开起来还是比较肉 丝毫体现不出运动模式的影子 当然了这款车也不是一无是处 这款车的外观比较帅 走在路上还是很吸睛的 类似方面这款车的用量比较走心 质感相当不错 车内的座椅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降噪处理也很搭位 总的来说这款车显然更适合家用 追求驾驶体验的车友真的不适合选这款车 说它是中国豪车的领头羊 也未免有一些夸张的意味 WEYVV7的实力水平没有吹得这么高 感谢观看